因为其实每次我也会提早上线 听校长做这个之前的介绍 然后对我们的这种生活 其实也是一种振奋 就像那个听了一场 就是给你注了一针鸡血一样 告诉你生活多么美好 然后不要对这个找工作求职 还有很多的事情失去希望 然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工作和生活都需要这个 就是不管是你求职也好 还是学技能也好 其实某种程度上呢 最终的这个结果都是 把我们自己销售出去 如果找工作呢 其实你要做到的 就是在雇主面前去推销自己 你如果具备校长的这个销售技能 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你 推销不出去的产品 校长根本都不是在推销他自己 在推销这个学校的服务 那你如果更加了解自己的话 你要推销自己的话 我觉得这个本身在你具备了技能 在你了解的市场的基础上 那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在谈这个面试问题之前呢 我们就又要讲一讲说 2021年2022年 马上就还有一个月 我们就跨进2022了 那这种求职的这种趋势 还有面试的形式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 我们就先讲说 不管是疫情变好 还是疫情之前 哪些部分是没有变化的 那又有哪些部分是在未来 可能要面临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大家对这个面试的理解 我经常跟学生讲 其实面试呢 是非常容易去准备 非常容易把握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还停留在一个阶段说 我今天拿到了面试 是因为我最近我运气特别好 我拿到了面试 或者说我最近找到了一个新工作 是因为我运气特别好 这么说吧 就是有没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肯定有的 可能1%的比例都不到 那你这一辈子 不可能从事的就是一份工作 你也不可能只找一次工作 我经常就说 在加拿大的这个职业生涯 我们到65岁退休 甚至有的人 他就是非常enjoy working的这种 65岁他也不退休 他可能在退休 这个接近65岁之前 成为一个consultant 然后一直工作到70岁 甚至更大的年纪 有的人都不是说 我求职 我工作是为了赚钱 更多的他们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总是在职场 这个人处在这种非常dynamic的这种状态 然后就是一种年轻的状态 而且现在职场又是很多 多个年龄层组成 从20多岁刚入职的 30多岁到40岁 50岁60岁 其实大家在一起共事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职场当中 竞争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生 可能有将近40年的求职生涯 从你大概20到23岁左右 大学毕业 到你最后65岁退休 那这4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 究竟以现在的找market 你要更换几次工作 才是正常的呢 通常就是到我这个年龄段 已经是三到五年跳一次槽了 三到五年跳一次槽的意思 就是代表我大概要换十几份工作 我不可能每一份工作都凭运气 能够找到好工作 那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技能 一个方法 这个我们中国人最擅长分析的 就是方法论 不管是这个托福雅思考试 什么GMAT GRE的考试是谁扒明的 我们都能攻克这种 只要有规律可循的这种方式 那面试呢 它也是一个考试 而且它是一个开卷考试 开卷的这个范围有点广 那作为你 你是要被考试的那个学生 你就要去评估 开卷的这些内容 究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可以准备的是什么 例如你申请这份工作的简历 这一定是这个面试的敲门砖 如果你没有一份投递出去的简历 就能让你有把握 帮你拿到面试的话 那说明这份简历有问题 再一个就是你申请工作的 这个job description 我们讲的就是中文讲 叫招聘启示 它也是你开卷考试的范围 一个部分 因为每一个JD 它都不是平白无故的 我们从这儿 就是随便拽过来的 它是经过这个招聘的这个团队 甚至是负责人 他精心的想出来 他要想说 我招聘这个工作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job petal 我招聘这个工作 究竟是一个技能方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我是要三年工作经验 五年工作经验 还是十年工作经验 其实在JD上 其实都一一揭秘 甚至有一些隐含的讯息 如果你可以读懂的话 你是可以做很充分的准备的 那公司的这个背景调查 也是在面试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你要了解 你要去面试的这个公司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公司 那它是什么行业 那这个公司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它是一个startup公司 还是一个 它是一个global的 这个operation的公司 那它都在哪些国家 有它的operation 还有就是面试官背景的调查 通常在你确定面试时间之后 通常你会收到面试官的信息 它叫什么 光它这个名字就已经很重要了 因为通常你上网去搜索的时候 我们现在很少有在那种 在网络上找不到这个人痕迹的 通常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判断 他的这个年龄层 就是比较大了 那我们就是在这种面试的时候 相对来说准备的过程 就是如果完全没有social media的这些人 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准备方式 也是可以判断的 那相对来说就要比方说conservative一些 让面试官感觉你的稳定性高一些 但是多数面试官我们都是可以在linkedin facebook instagram上 就是不同领域不同渠道去找到他的一些背景啊 过去的一些介绍啊 然后这个包括公司过往员工的调查 在linked上你都可以找到谁曾经在这个公司工作过 谁某某某某曾经在这个公司的团队工作过 所以整体的这个面试过程呢 我们有很多的讯息是可以把握的 那这些讯息一旦你知道如何去把握 如何去准备的话 那这个面试其实是绝对不是无准备之章 也绝对不是碰运气的事情 它其实就是可以在可控范围之内 你知道自己有多大胜算的把握 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已经做了一个自我的评估 那我更想把这个面试比喻成 它其实就像相亲一样 我经常说这个面试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双方的选择 而不是说你是被动的状态 只是被面试官选择 它无非的差异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小伙子去相亲了 然后这个姑娘的条件好一些 人家就是一个美女 然后呢这个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 有非常好的家境 长得又很漂亮 然后是很多男士追求的一个姑娘 然后那作为众多的追求者 在这个面试当中 你要展示就是如何展示自己 你也不可能上去跟姑娘第一次见面 就说我的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这样了 你能接受 咱俩就这个处一处 你不接受就算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呢当姑娘问起来说 你会干这个吗 你会干那个吗 那你也要就是怎么说呢 去包装自己 比如说人家问你说 你会做饭吗 你可能没有做过饭 但是你看过你妈妈做饭 那你这个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你可以说这个做饭 虽然就是我没有那么擅长 但是啊 我在厨房给我妈妈这个做饭的时候 打下手打了好多年 我从几岁开始就帮助她 然后我是知道怎么做的 但是没有机会这个去实践呢 你要给我一个机会实践 其实这就跟面试完全一样 在面试当中呢 其实你站在面试官面前 不管他问你 你会的 还是你不会的 他准备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在整个job description上 所具备的技能 你都具备的话 那其实准备起来很容易 那你就要揣摩一下 你完全具备这个招聘启示上 写的所有的要求 那面试官在这个面试当中 已经不怀疑你的技能了 那他还会考核你什么 他考核你的更多 就是你的稳定性 你为什么申请这份工作 如果你有了我要求的技能 那我们更在意的就是 那我请你之后 你是不是很稳定啊 你为什么具备了这个公司的技能 好像这两个 你以前的经历和背景都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跳槽 就成了他考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如果招聘启示上的很多要求 你不具备 但是你还拿到面试了 那你就要想一想说 第一不用紧张 为什么 他们给你这个面试 一定是有原因的 肯定是因为 你过去的背景 或者记得 有特殊的领域 可以吸引他们 那这个相对来说 准备的这个过程 你就要把着重点放在说 我虽然不具备 你们要的这个技能 但是我是通过学习 或者是我过往的 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给我提供 让我快速 就是可以达到这个职位要求的 一个标准的这个准备 所以说 其实在准备面试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 针对每一个职位 准备面试的方法不一样 甚至是同一个职位 不同的候选人 他们去准备这个面试的方法 也不一样 比如说 今天有三个人 这个都拿到面试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 这就是说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打个比方说 我今天是面试官 然后我 我就是受课的我的学生 很多就是 今天我要面试的人 三到五个人 我不可能告诉他说 这个面试 就是你就按 都按照这个方法去准备 其实是不行的 当然他有一些 不变的原则 还有一些 会有变化的 这个成分在里面 那就是每个人 有不同的工作经验 看到这个经验 和背景的时候 你在简历上 体现出来这些内容 我们都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会带着这些问题 去问你 那当然这个问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 给你展示你的 这个交流技能 那面试有没有可能 去检验你真实的工作能力呢 面试是不可能 检验你真实的工作能力的 有很多人说 我这个工作能力很强 但是就是面试技能不行 那我就这么告诉你吧 如果你的面试技能 永远得不到提高的话 那恐怕你的职业生涯 永远都没办法超越 就是做超越 自己技能之外的工作 那compare to一个人 他和他比你的技能更差 但是呢 他的这个面试技巧 他懂了这个其中的道理 那他永远应聘的下一个工作 都是在考核他的潜能 或者是他的 他的更高级别的 这个工作能力 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 隐藏的一部分技能 过去也没有得到 实践的这个部分 那他每一次跳槽 都是跳更高的职位 那对于你没有这个面试技能的话 那你每一次跳槽 不能说原地踏步 但是前进的那个步伐 非常的小 可能只是薪资上一点点的进步 增加5000块钱 增加1万块钱 但是这个说实话 他帮助不大 所以每个人我们都想掌握这种技能 能够在职场成为 就是每一次跳槽 都能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 不管是薪资 还有待遇各方面 都可以突飞猛进 那面试呢 其实就是很多种形式的 有电话 phone interview video interview in-person interview 现在整体来说 就是在疫情当中 疫情之后也好 我不得不说 这个整个的这个趋势和方式 都是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 在2020年疫情之前 3月份之前吧 80%的面试 其实还是in-person形式进行的 我们一定要见到这个人 去感受一下 就说他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 就是working behavior 因为就是在这一个小时的交谈当中 又看到你这个人 其实我们是可以揣摩一些 很细微的事情的 但是呢 这个在疫情之后 马上就准变过来了 到现在市场上都是以phone 和video interview 占据80%到90% in-person interview 非常非常小的比例 多数人 我们现在获得job offer 都不会和面试官见面的 多数人我们现在开始工作 还是working remotely 但是他会不会一成不变的 就是这样呢 有一些行业有可能 但是在有一些行业 我现在已经在看到了一些变化 因为像银行啊 金融行业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多伦多的话 你们会知道 有一个financial district 那个所有的金融公司 都集中在这个领域 不管是金融公司也好 什么跟金融相关的科技公司也好 或者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些行业 都集中在这个领域 那这个在一月份 二月份三月份 几个银行 金融公司都制定了 这个back to office的一些plan eventually我们先进入 first stage 就叫做hybrid 那个这个working style了 然后就是几天在办公室 几天在这个work remotely 那这种工作形式的转变 其实某种程度上 意味着你们的面试形式也会转变 就是接下来这种in-person的面试 会越来越多成比例的提高 其实这个一开始 就是很多人大家就想不通说 为什么大家还要get back to the office 因为其实office的rental很贵的 大家其实不知道 就是在进入危机之后 加拿大的几大银行 基本上在市中心 他们是没有物业的 就是他们自己办公的楼都是租的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抵御风险的一种方法 就是本身你就所在的区域就叫做financial district 那他们可能在其他领域有这个物业 但是基本上在金融这个中心是没有的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为什么要回办公室 回办公室增加公司那么大的一个办公成本 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小的环节 其实这个金融中心呢 它是一个怎么说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办公场所那么简单 这涉及到周围的餐饮娱乐 这个整体的这些什么 residential commercial的building 然后整体它其实就是一个economic center 它如果大家都不会去工作的话 然后其实经济上给各个行业的创伤是非常大的 就是整个曾经形成的这个人们聚集的地方就瓦解了 那其实就接下来会产生什么连带的反应 我们都是无法预料到的 所以说可想而知说 有一部分工作可能就真的是working remotely了 但是也有一些行业 还是要回到这个面对面见面的这种方式的 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online的方式的 所以呢你又要做好的准备 就是你要把所有眼下这种面试方式和in person面试 你都需要去了解才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准备面试 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面试当中的这个不变定例究竟是哪些 面试当中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的考核 它是永远不会变化的 不管是你面试哪家公司 不管你面试是什么样的职位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不变定例 在每一个面试当中 只要你准备了这些 它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公司 它都是这种准备方法 首先就要讲说 you know the company really well 这个呢其实是检验的什么 是检验的一个人准备面试的attitude 我们其实在职场当中 面试的过程当中反复会提到一个词 就是attitude attitude就是你的态度 这个态度非常的重要 它重要到 它就是决定你拿不拿offer的关键 它和你的技能有的时候都无关 甚至在职场当中 你如何胜任这份工作 你能不能通过pervision 就是你的attitude 就是你怎么体现出来的这种attitude 我们看一个员工或者是一个应聘者 就是他已经竭尽全力的 在尝试申请这份工作 那可能这种态度要优胜于一个 各方面技能都优于他的人 但是态度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好像没有那么重视这个工作 那我们更想把工作给有需要的人 想做的you know the company really well 很简单 那就是你拿到面试之后就开始做自己的 SaaS这个公司的一切信息吗 就是如何准备去了解这个公司 其次就是you have the experience for this job 这个the experience其实是加了这种cotation mark的 并不是讲说working experience或者什么样的experience 所谓的这个experience 其实就是在你准备面试过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已经具备了一些知识 或者是你已经具备了一份对这份工作的理解 这种就叫做experience了 you work well with the others 这个也很重要 为什么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需要你和你的同事 一起协作来完成一个工作 我so far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公司 即使你是一个CEO 你是一个高管 你依然要跟你的c level的团队一起公事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差异就是除非你是一个business owner 你就说我是一个entrepreneur 这就是我自己的公司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公司的话 你没有work well with other capability的话 其实也没有人愿意为你打工 所以这个技能非常重要 这个技能呢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中文说叫 人和 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和其他人共处 你是不是让别人喜欢 天时地利人和 这就是那个人和他的一个因素 在我们的生活和职场当中相对的比例比较大 还有就是 you are constantly seeking to learn 这件事很重要 究竟你私底下花不花时间学 或者是有没有学 然后这个learning curve有多少 我们不care 但是就是你seeking to learn 就是说我一直保持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呢 都充满了未知性 我们也不知道说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又换了一个新的 这个platform工作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adapt一种新兴的方式 然后这个去新的知识 所以呢 在职场生涯当中 只要你一天还待在这个职场 你就要不停地学习 you are motivated motivated的经常在面试当中 我们会问一些问题 但是大家又不知道这些问题出现的意义 就是我们想更好的了解一个应聘者的motivation 比如说你今天来应聘 我们就会问他说 你为什么申请这个工作呀 你现在的这个家庭和生活状态是什么呀 就是说这份工作可以带给你一些什么 然后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 这些问题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考验你的motivation 我们某种程度上认为一个人可以稳定性不高 但是如果他有非常strong的motivation 他也可以把这个工作干好 但是如果一个人稳定性很高 但是没有motivation去到这个公司的话 那其实可能试用期他都过不了 就要走人了 还有接下来就是you are excited about this job 就是在面试当中呢 我们有的人他讲话这个语言 就是没有异扬顿促 就是某种情绪上让你感觉说 你问他说 Are you excited for the job He'll say Yes I am 就是某种程度上你会觉得说 这个所谓的excited 其实联系到这个整个这个问题当中 又是你的motivation 你motivate 然后你就every day you feel excited to go to work 然后你就把这个工作能做好 但是你每天都是那种很懒洋洋 然后无所谓的这种态度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就是说这个时间长了 就是你会疲惫 时间长了你会觉得 就反正做哪家都是一样 在不在这家公司工作也是一样 这其实是我们最不想请到的员工 还有就是 You want to build a career in the company 我们讲的这都不是一个job 你来这个公司找的是一个工作 这个所谓的career就是 你未来人生的这个职场的这个发展 都是在这个公司的 这不管这个公司规模大 还是小 他所处一个什么样历史阶段 哪怕今天公司濒临破产 他要被收购了 你都可以进这家公司 build一个career 为什么这个career 他可以联系着 你未来的这个公司被收购之后 新的雇主 新的老板 谁说了算 所以在整个这个面试过程当中 我们考验的是哪些技能 稳定性 你对未来有没有计划 当然我们有很多人对未来有计划 侃侃而谈 但是呢 执行能力很差 这个在面试当中是无法考验出来的 只要你会说 你能表达出来 我们依然会请你 然后未来要跟你共事很久 才能看你的这个执行力 独立思考能力 所谓的独立思考能力 就是有遇到的一些 非常challenge的问题 可能在你好无准备的前提下 你知道怎么去navigate这种conversation 然后呢 甚至用过去的一些example 来体现你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being resourceful resourceful在中文当中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词 去形容它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关于 比如说我们 大家现在都在工作当中 遇到了一个难题 谁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然后大家就去网络上搜索呀 然后就是这个 咨询周围的 其他公司的这个好友 那给了你那么多的讯息 我们怎么如何筛选 我们的有用信息 过滤这些无用的信息 然后呢 还能把这个资源 还能把我的理解 再做knowledge transfer share给其他人 这是being resourceful的 其中的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你的分析能力 在面试当中呢 其实经常会出现这种 比如说scenario question 或者是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其实这个求解的答案 并不重要 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过程当中 你如何去分析 求解的一个过程的 那与人交往和团队精神 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了 时间观念 抗压能力 为什么申请这份工作 抗压能力呢 现在已经把它提到了重重之重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过去一年当中 虽然大家在家工作 但是可能你知道 我们生活在一种 特别紧张的一个状态当中 就天天这个新闻说 我们又要lock down了 然后这个 我们马上就是 又要进入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了 大家其实是在一种 高压的环境 在家工作 你感觉轻松了 你已经可以早上起来 穿着睡衣就工作了 也不用去赶 那个早上的早班车 但是其实 这个真正这种感觉 就是你是在一种压力状态 很大的前提下在工作 那这个抗压能力呢 因为现在整体的 就是说工作场所当中 很多人都在 就是边工作 边看心理医生 我们经常听到的 就是某某某 要take a stress leave 就是从疫情发生之后 所以这个抗压力 其实是现在职场的 一个新型的 这个怎么说呢 建议方式 因为它只有 抗压能力足够强 它才能在这个 未知的领域 然后承载一些 这个问题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那通常我们 在职场找工作呢 是分几类人的 像在过去 我的这个课堂上 这些学生 都是我遇到过的 面试其实是和你们 每个人的个人背景 经历相关的 虽然我们没办法 就是很细的说 具体到哪一点 但是我们可能 从几个大方面 比如说一个 刚毕业的学生 他就分两种 一种呢 叫和专业相关的人 一种叫和专业无关的 比如说 我是一个 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在大学学了 金融IT专业 我闭了业找的 就是金融IT相关的工作 那在面试当中 面试官想检验的 就是你的过去 所学的专业知识 是不是真的可以应用 我们想听到的 就是具体的案例 即使你过去 没有工作经验 但是你要想象一下 你的这个知识 你的这个过去 所学 如何在职场当中 应用 哪怕你讲的 这个东西是错的 都是没关系 但是最起码你想过 还有一类毕业的学生 叫和专业无关 那和专业无关 在你面试的过程当中 面试官更小知道的 就是你为什么要转行 你为什么从 这个金融专业 然后转到了做HR 做recruiting 这就是我自己的背景 我是多大金融专业 毕业的2007年 但是从毕业那一天开始 我就没有从事过 金融的工作 然后呢 就开始在做猎头 所以其实在我第一份 面试工作的时候 肯定就会被别人 去challenge说 你为什么考虑这个工作 但是当时啊 我不得不说 今天讲课是从那个时候 我自己当时就已经 figure out了 就是我在 我面过一次是 就是我是面一个 accountant的工作 其实当时在刚毕业的时候 究竟是走finance这条路 还是走accounting 因为大学也修了一些 accounting的课程啊 我自己也很矛盾 不知道究竟哪个更适合我 那我未来当时自己就想 别人问我说 你以后要考什么牌 我说我要考CFA 我要考CPA 我要考CSA 就反正市场上能考的牌 都考贝 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 写到你的简历上 会造成别人的困惑 当我面过一个 accountant的工作的时候 这个controller 当时这个 junior的 senior accountant 和accounting manager的念试 我还过了 到了final round的时候 这个controller 他就是 这个已经有20多年工作经验 事业 人生 有很多的体会 他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现在又考CFA 又考CPA 那你如何兼顾 我就一直跟他强调说 我有非常强的time management skill 我可以兼顾啊 怎么怎么样 但是就感觉呢 总是 不管我怎么强调 他又转回来问这个点 然后这场面试结束之后 我就发现说 哦原来这两个牌 是不应该同时考的 我自己感悟出来 虽然他没有说 所以呢 我就进行了 在每一次申请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在简历上 加加简简 把一些无关的东西删除掉 就像申请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叫做 Account Manager Title 本来就是我面试的是一个 对客户的工作 就是去manage你的client 就是consulting firm当中 如果有雇佣公司要请人 他们就会找到这个公司 帮他们做招聘 并不是recruiter的工作 但是我应聘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把我自己finance的major 我把我过去所有的这个 跟金融有关的东西全删掉 然后完全是focus在management领域 什么business management 这个领域去写这份简历 那这份简历呢 投递出去 就帮我拿到了这个面试 在面试当中 也没有人去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学CFA 你为什么来面试这个工作 当然中间机缘巧合 就后来成了猎头 这个直到我入职很久 一开始是为科技公司招聘 后来就开始接入 银行业 然后在08年到10年期间 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 我们又帮这个金融行业裁员 再重新招聘 就这个就涉及到 人力的资源重组 和他优化了 那这个时候 大家都突然发现 团队当中 我的manager发现说 为什么你在金融领域的 这种背景 你有这么多的知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是多大金融专业毕业 他们都特别的surprise 就是大家一起 跟我工作一年了 但是他们没有人知道 我的这个背景 讲到这个小故事呢 其实就是说这些 这说明我成功的包装了我自己 然后跨着专业 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 当然我们每个人 都面临这个 毕业之后这个问题 也有可能是因为 你的原先的专业 不好找工作 也有可能是因为 你自己不喜欢 那都有可能 我们会面临说 我做一个选择 是和专业相关 和专业无关的 那还有找工作的一个群体 就是新移民了 那新移民也有两类 一类呢就是 你过去在中国的工作经验 可以衔接市场的 那你在这个面试当中呢 你就要善意包装自己过去的经历 然后合理的去包装自己的工作经验 所谓善意包装的过去经历 就是说 面试官没有问到说 你过去的工作经历 究竟是在中国 还是在加拿大的时候 你就不提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从公司的名字啊 然后那个经验来说 如果你懂得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简历 然后如何描述你这份工作的话 完全是可以去包装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也是我们检验 你过去的这个工作 有没有transferable skill 你要让自己过去的经历 和市场 这边的市场接轨 我最近就是 结束的这一课 有一个学生啊 他其实在中国也是 这个很知名的公司 我暂时先不说 因为他现在接了三个offer 还没有上班 我猜想 等他上班之后 他会来给我做经验介绍的 就是我们中国 应该是大家都想进的一家公司 科技 算是科技公司吧 他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的 day to day 我们在用的 一种 这个e-commerce 然后呢 他就是 之前他来了加拿大 三四个月找工作 一个面试都没接到 他就很苦闷的来上我这个课了 因为他以前在这个公司 他的job title 给的很高 但是其实他实际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 大数据专家做的分析 然后呢 我们就先找到这个衔接点 然后其次就是 接下来改简历 他这份简历一开始改 我就说这就不是加拿大 我一读这份简历 就知道你不是在加拿大工作 就知道 先不说 他的这个公司的名字 其实一说起来 大家也知道 不是加拿大的公司 但是你要尽可能的 因为这个公司的规模也很大 然后呢 做的这个事情 大家也都很 可接轨 也很好奇的 所以说 那你就要让自己 这份工作经历 能和加拿大同等领域的工作 去接轨才行 他经过几次 这个修改简历 上完我这个课 然后呢 就很顺利的拿到了 全球科技公司的 两个offer 然后呢 还有一个startup公司 说是startup公司 但是其实已经是 一百多人规模的 他们已经都完成了 第三轮融资了 最后他自己决定 是选了这个startup 因为其实有一些股票积权 而且他过去干大公司 干了很多年了 他也想尝试就是把移民当成一个新的起点 那还有一类呢 新移民 就是你过去的工作经验 根本无法和加拿大相结 比如说你在中国从事是律师 人力资源 老师 公务员 这种工作 其实到了加拿大 你其实是没有一技之长的 那你要做的事情 你就要做一个选择了 你要么是学新的技能 重新读书 这个所谓重新读书 它有不同的定义的重新读书 你是重新读大学 重新读研究生 重新读college 还是技能培训 像维多利亚给的很多的什么sass 数据啊 这些基本上就是两三个月 完成的这种技能培训 让你就重新定位自己 考虑初级的职位 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当工作经验不可衔接的时候 作为新移民来说 你和刚毕业的学生不太一样 刚毕业的学生 是指加拿大刚毕业的学生 你要做的选择 就是要学新的技能 或者要学新的一个什么领域 那老移民呢 也分这么两类 转行跳槽和不转行跳槽 转行跳槽的人呢 因为你的工作经验 都是在加拿大积累 所以称之为老移民嘛 移民很多年在这边生活工作了 那过去的工作经验 千万不要完全砍掉 你只是需要给一个合理的理由 然后在面试当中去讲述这个故事 因为你过去的加拿大工作经验 它都是有价值 哪怕以前你是做汽车销售 那你现在可以做数据分析 那你也可以进汽车公司 做数据分析 对不对 你可以进任何的销售行业 做数据分析 那它都是有接轨的 还有一种叫做不转行跳槽 不转行跳槽呢 大家都图的都是高薪和待遇 但是在面试当中 如果你只是单纯讲 我跳槽就是为了薪资高 甚至有的人说 我跳槽为了工作轻松 这些理由都是完全不可以讲的 你要有根据职位 根据自己 你是申请management level 你是申请一个senior consultant 一个specialist 还是一个junior analyst 还是什么领域 然后来把这个理由想充分才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的 刚才就是面试内容的准备 面试的形式 我们也讲了 有电话面试 有in-person面试 那市场上无非就是这么几种形式 little interview 然后one-on-one的interview phone interview panel interview panel interview呢 其实就是指面试官是两到三个人 同时面一个人 那还有过去 就是in-person interview的时候 还有一种形式叫做group interview 就是被面试的人 不是一个人 是两到三个人 经常我们用于那种 比如说 很多大规模的职位招聘 同时招十个二十个 或者是去学校筛选 学生的时候group interview 但是从疫情之后 group interview这种形式就没有发生过 因为大家如果两三个面试官在线上 同时弄两三个人来面试的话 其实还是挺乱套的 但是panel的形式还是经常发生 因为大家都想节省时间嘛 所有的面试官在一个场景当中出现 就做够了 那在这种面试当中呢 就分几种 有一种电话面试就是很常见 还有一种video interview呢 它是pre-recorded interview 就是经常你比如说你online申请完一个职位 不到几小时就收到了一个video interview的邀请 它会告诉你说 你在什么什么时间之内做完就可以 通常打开之后呢 它是你自己对的电脑在录问题 就好像现在我在线上讲课一样 你们并不在我的这个in-person 这个大课堂当中 其实就好像是在跟一个pre-recorded 当然我们现在zoom也在录像啊 就跟一个pre-recorded的interview 在面试是一个形式 因为我看不到对下面的学生 或者是面试官的这种reaction 那多数面试形式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live的video chat 那这种live的video chat 其实和正式面试是没有差异的 所谓的这种准备的过程 和这个内容是完全都一样的 它唯一的好处就是有一些 它帮你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细节 比如说在in-person面试当中 你如何握手 然后你这个进入面试场景当中关门呢 然后说你要不要水和别人问 你说do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然后你怎么就是say yes or no 然后这些都会有影响 礼貌的一节 其实细节看得更清楚 那这种video chat呢 其实它减少了你和这个面试官之间的 这种寒暄 某种程度上 比如说 以前我们能进行一个小时的in-person面试 现在40分钟已经讲的这个内容 已经超过那个当时的一个小时 为什么这一个小时当中 包括你们在门口 嘘寒问暖 握手 然后走进会议室 开始面试 包括最后告别 say goodbye 这个时间其实浪费很多的 当然这些小的细节 如果你能做得更好的话 它是很加分的 所以在这种video interview当中 你的着装 你面试的背景环境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的自信的表达呀 还有你这种眼神交流和肢体交流 很多人就是我们 我注意到的面试着装 他就觉得说 现在反正大家都在待着 我比面试官稍微穿的正式一点点就可以了 事实上不对的 你要穿得很正式 才足以能显示出来 你对这个meeting的重视 面试环境是经常容易被人忽略的 我给大家几个example 你们一看就清楚了 看 这个有的当然真正面试当中出现这种背景 很messy这种background也太夸张 但是呢 有的人的这个背景 真的我们能看到 是在厕所里 一个储物间里 这个其实都让我们很wonder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现在面试的环境 基本上就有可能是你的办公环境 我们那个未来 这个决定请你之后 这就是你的办公环境 我们很好奇 你家里有没有这么一个 能让你安静下来 很专注办公的这么一个环境存在 那还有一种人的面试 他竟然就是出现在 virtual background 这个也是不应该的 非常的不professional 其实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很多人就以为说 哎呦 我换一个办公室的背景就OK了 其实不是 不管是在面试当中 还是在meeting当中 比如说你现在在跟公司开会 其实我们最讨厌年轻人 现在就是要么不开视频 要么就开视频之后 是virtual background 因为某种程度上 你跟同事开会也好 然后跟大家见面也好 也是他们对你生活的一种了解 某种程度上呢 放这种virtual background的人 我们就会觉得他 he has something to hide 就是某种程度上 我们会觉得说 是他这个家里很乱吗 他不想让我们知道 他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啊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大家会猜测 所以呢 being professional 就是面试 一定用你自己真实的场景 一定是一个非常clean 非常organized的一个background 然后能体现出来你自己的一些个人风格 当然更好 因为我曾经比如说面试 我看到这个人 他书架上放的书 读什么样的书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问 我们会notice到说 我看到了你最近读的这个就是 economics这本书啊 什么最新的coding啊 什么这些 我们就会问 真的是会问到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面试当中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人所坐的这个位置 是完全错误的 前两种这都是错误的 这个中间这种角度面试 经常经常会发生 很多人还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姿势了 其实就是你 compare一下最后一幅图的这种灯光 和这个人整体的这种感觉 差异是很大的 就是有的时候 你在这个灯光的这种效果 也会让你这个整体看起来 就是说 你的energy level 你的prepiration 甚至是你的生活环境 就是精神面貌很重要 那你所坐的这个距离是近 还是太远 还是too close 这种too close的情况 时常发生 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个人的body language 然后更多时候 就是在看他这个头 其实很突兀的 有的时候 又加上两三个人 面试官一起面试 就给人的感觉非常不comfortable 所以你一定要make sure 你也知道是 你所处的这个position 是在什么位置 还有一种人呢 我一定就是建议大家 在面试之前 一定给自己record一段video 然后看一下 你这个电脑的镜头在哪里 因为你用手机 用电脑 用ipad 甚至换一个不同的手机 两个手机 镜头就是在那 但是有的手机呢 你看着镜头 但是他显示出来 你看着别的地方 我之前就是 我coaching一个学生的时候 我就问过他 他跟我面试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这种感觉 就好像他一直在看的底下 在读什么东西 我就问他 我说你现在有在看你的电脑镜头吗 他说这是我直视我电脑镜头的位置 我说那你看 现在这个视线当中 我感觉你就是前面有一个chase sheet 你在读 你现在呢 在电脑当中 你体现出来 你是在看我 就是我们像有eye contact 那你看看现在 是在看电脑的什么位置 所以这个呢 一定要你提前自己 要record一个video 然后才能找到那个 视觉的一个最佳的效果 你才能知道说 我究竟看这儿 是不是在看这个镜头 还是说没有看镜头 那所谓的这一切 这个我们讲的面试啊 这么复杂呀 这个我们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你需要practice 你要familiarize 这种video call 首先就是练习 然后呢 就是模拟并录制 然后你自己 把这个面试的问题 就是打在这个屏幕上 然后每过一个slide 然后就自己回答一下 然后回放这个录像 去找出自己这个问题 其次呢 就是你要想象一下 就是在每一个面试 失败的面试当中 做面试回忆 我最近就是 有学生也遇到这个问题 他以前面试总是失败 他已经上完我的大课了 然后呢 当然我们每个人 学习知识的这种快和慢 或者有的人 他必须要实践 才能去体会这件事 然后呢 他就很焦虑 他就跟我说 老师你也说了 accounting是很popular的 为什么我拿这么多面试 都过不了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是 我没办法去检验 他过去的那20个小时 究竟我给他这个知识 他有没有都get到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样 我们就做一件事情 你把昨天 那个面试 你认为还算成功面试 但是没拿到offer 你给我写一个详细的面试回忆 从你怎么走进这个office 要全英文的 非常detail 这个他是当时是一个in-person面试 别人问了你什么 然后你怎么start这个conversation 就是as much as detail like就是as possible 然后他就当时就这么做 写了这个面试回忆 然后呢 我就跟他一起review 我们只review了 别人问他的第一个问题 我就跟他说 他自己 他说哎呀 我现在知道我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就没有 就是说到点子上 然后给了 就是对方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没有catch到 就是他当时去这个面试场景当中呢 正好是这个accounting manager 还有auditor 还有这个controller 他们可能公司正在做audit 这个满桌子都是那个 各种各样的invoice resee paper 然后那个他们进来 这个面试官还有点不太好意思 就是说啊 你看这个会议室也很乱 我们就正被audit 然后是audit season 然后就是现在我们就在prepare这个 他自己的简历 而且这个人他以前是有audit 工作经验了 他就他也没有迎合对方 他说哦 哦 really 就没了 我当时就说 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说 哦 I have a previous experience I go deal with the external auditing company 然后I know how painful it is 然后我的knowledge if I join the team I could help with什么什么什么样 我说这样的话 其实就非常非常strong的 你就把这个整个面试的局面 就control在你自己的这个情况下了 包括其中的一些对话 他回答的都是让对方感觉出来 不是那么得体 然后他自己其实写完这个回忆之后 他也意识到了 紧接着中间也就隔了一天 他又拿到另外一个面试 然后他就根据他自己回忆 那场面试犯的错误 纠正 直接面完 他当时就跟我说 他说这种面完了之后 本来谈得很好 然后之前还要reference 最后又没给我offer是什么情况 我说那就是你面试当中 还是有一些问题 你不是他们的那个第一选择 你是他的一个备胎 但是不用担心 也许在下一个面试当中 你就是那个第一选择 别人成为你的备胎 果真在那个面试当中 他就顺利拿到offer了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故事 就是练习 我们其实人的大脑 不只是有记忆 我们的这个嘴 我们的这种表达 它也是有记忆的 当一段 它并不是你熟悉的这个答案 你背上一百遍 一千遍的时候 你其实不经思考 它就背出来了 那其实在面试当中呢 有的时候我们总追求的是 面试官问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准备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不是根据问题 所做准备的 我们是把尽可能想象到 我自己的优点 我自己的缺点 我的这个准备好十个example 我怎么讲这个故事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些material 我们可以穿插在什么问题当中 哦这个问题 time management 我可以讲那个example 然后那个怎么handle stress 它同样还是一个example 但是不同的角度来讲 当你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你又熟记熟背过很多次之后 它就会变成了 打个比方说在面试当中 面试官问了一个 你根本都没有听懂的问题 但是你当下已经问了 人家repeat了两次了 然后让人家解释 你还是不太知道怎么回答 那你这个时候也要硬着头皮作答了 把你讲的prepare最好的那一段话背出来 这就像我们一篇命题作文 让这个人去写 但是他写作的过程当中 完全写走题了 那他能不能拿高分呢 如果是作文的话 可能就不一定 在面试可能就及时你打走题了 跟面试官问的问题相关性不大 但是我们也能从这段表达当中 读出你这个人的一些技能 people skill啊 这个example也很好啊 就是说写走题的一篇作文 我们一样读出来你文笔很好 这就有可能帮助你通过面试 当然不能每道题都是这样啊 一场面试当中 可能允许你犯一次这样的错误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犯错误的方式 是整个在这个面试当中是允许的 那整体的这个面试结束之后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说 面试之后我们拼的是你的求生欲 所谓的求生欲就是 首先面试之后你要写一封 thank you email 这个thank you email 究竟什么timing发比较好 最好是在面试之后的24小时之内 发比较好 那最好的时间就是 最好是在24小时之内 又是早上的9到10点钟 发这个邮件 被阅读的可能性比较大 比如说你头一天早上9点面试的 那你应该第二天早上9点10点再发 你头一天下午3点面试的 也是第二天9点10点再发 这个24小时之内的9点到10点 这个thank you email 当然不是只是表感谢的 这种其实就是要看 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面试 你没有make任何mistake 然后呢彼此都相谈尽欢 那你就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表决心 表表决心说 我是多么向往这份工作呀 怎么怎么样 如果这份面试当中 你会犯错误 犯了一些错误 比如说他问你一些关于技能 关于经验方面的东西 没有打好 这反而是可以翻盘的 那你可以就是在面试之后 找到真正的答案 再去回复它 然后呢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纠正面试当中的错误 其实是在thank you email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为什么他能做的好 他能帮你打翻身杖 然后在thank you email之后呢 每隔一周 你至少要发一封follow up邮件 那这个follow up邮件 第一也是可以表达问候 提醒就是告诉对方 我还在等待 我还available呢 继续表决心 其次就是 如果你在面试当中 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跟技能和知识有关 那接下来follow up email 这一个星期当中 你甚至都可以take一个online training 然后告诉面试官说 我学了什么 所以呢 这整体来说 其实就是说 你要有非常强的求生欲 因为这个疫情之后吧 这个面试官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 对找工作这件事情 他们真的就是 举足轻重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他就是每个星期的follow up 非常的积极 所以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反而就不行了 那这个面试之后的等待时间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同的行业 比如说像 Telecommunication啊 Banking啊 Financial啊 Insurance啊 Retail 这些就会快一些 但如果你面的是政府 Public sector的话 他们是非常slow的 这个整个面试的周期 六到八周 甚至连背景调查 加上更时间久 都有可能 那面试后的背景调查呢 其实也是同样的 他们是根据就是 这个行业的 这个速度 比如说 Fast Paced Work Environment 面试之后的背景调查 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快 然后呢 这个 这个Average 或者Slow Paced的 这种政府和Public sector的话 背景调查也是相当的复杂 周期非常长的 那你面试这种工作的时候 你要做的准备 可能是三个月之后 才开始上班 这个当然具体 就是每个行业 不同的这种背景调查 我们今天是没有机会讲 但是我会在我的这个大课当中 有专闻一些课 去给大家讲说背景调查 究竟调查什么 你如果熟悉的了解 背景调查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现在的背景调查 是越来越严格了 因为疫情 越来越严格 因为现在我们不只是 验证你们的 Credit Criminal 我们还得验证 你这个人是不是 真实存在的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Identity Check 对现在对很多行业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当然这个一月份 我的那个大课才正式开 我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些 宣传的讲座呀 然后呢 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安排当中 可能我也会有时间的时候 然后跟大家分享更多 那我现在把这个交回给校长 我看到刚才校长上线了已经 对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呢 已经大概是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打磨了 从2015年我开始讲这个课 然后这个真的是 到2022年就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在过去2015年 我刚开始讲这个课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基本上是 第一是没有中国人在讲 其次就是说市场上可能 即使是外国人 你也很少见到 有人去把这种方法 真的是找工作 我们就总结成了一种方法论 就跟你们考考试 你们学数据分析 你们学IT一样 它就是一个方法论 你懂了这个方法 它任何时候你找工作 提简历的时候 一份好的简历 那就是质地有生 投简历就会有面试 那如何你懂了面试技巧的话 那就是有面试 我们就可以通过面试拿招包offer 经常像我的学生 在三四个offer当中做选择 然后选薪资 选地点 选这个公司的这个 就是领域 这种事情都时常发生 那同时呢 在这个课上 我们还会讲到职业规划 因为这个以前我们都觉得 职业规划是给年轻人设置的事情 大学毕业生才需要职业规划呢 现在 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职业变化呢 特别的 怎么说呢 我随着三五年 这个市场变化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新的职业选择 所以你需要知道说 如果三五年 我的这个行业消失了 或者我的这个行业不再受欢迎之后 那我要怎么转行 然后呢 还会讲到背景调查 然后这个职场这种交流技能的提高 因为疫情之后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过去十几年我做招聘的时候 我们很少会见到说 尤其是中国人啊 就是说试用期无法通过的人 多数人都是在大公司混口饭时 是很容易的嘛 别看这个门很难进 但是其实进去之后是很容易的 但是现在的这个职场就变成了 试用期通过这个 不能通过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能高到什么程度 能高到百分之三十的程度 所以就变成了人人都很恐慌的一件事情 究竟这三个月当中我要做什么 我不做什么 你什么都不做也不行 你什么都做也不行 所以你需要知道说 我怎么去跟别人交流 我怎么去把这个preclaration做好 整体基本上就说 你求职路上会遇到的这些问题 然后都会帮你cover到 而且还最重要的一个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新呢 就已经过去十几年就是这样了 有一些行业 我们找工作呢 其实是两个方面相结合 一个是靠你自己投递简历 你自己投递简历拿到的面试 只占你求职当中不到30%的机会 还有70%的机会 根本没有贴出来 它是靠你去build up 你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personal profile 比如说像linked 比如说像monster 像indie上 你这些profile 能被别人找到 你要working with recruiter 你才有可能拿到面试的机会 因为这些职位他们就是补贴的 这个职位为什么补贴 有好多的原因 你们都想象不到 比如说我现在给一个客户 找20人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就意味着 他们要开一个新产品的开发 我们就就很简单的实例 那个苹果开发一个新产品 如果这20个职位贴出来 他的竞争对手立刻就知道 他在开发什么领域的产品 可能是iPhone15 iPhone16 那这种职位是不能贴的 我们只能靠列去完成 那列就是需要你的简历贴在一个 我们可以找到的地方 然后呢你这份简历 还是一份searchable的简历 你贴了简历被别人找不到 也不可能拿到面试的机会 所以这个职场找工作就是30加70 70的机会没有贴 要靠工作来找你 30的机会靠自己投递 所以两者结合 最后就是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了 就是真的就是在你投递简历 第三周到第四周的时候 一周要拿至少两到三个面试 通常一定是不是一个offer 你就会接的 要拿三到五个offer左右 我们才做选择嘛 这个但是你知道有的人就会说 我这一辈子找工作都没拿到过这么多的面试 我也不可能去有这么多的offer做选择 那就是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还不知道大家找工作的方法 这不是说我教的找工作的方法 这是一个职场找工作的方法 只要知道的人 他们都已经在另外一个circle当中 去这个走路 然后去体验这种面试的乐趣了 所以这个课呢 其实我们就是很多年的打磨 而且每年都会有新东西加进来 我的这个课程每年 我自己的这个 teaching的这个material 都每年要更新两次 随着市场变化的 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做调整 然后疫情接近尾声 我们也做调整 如果明年二三月份 我们get back to the office 我们也做调整 它就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 那个课程 来帮助每个人 解决这个求职过程当中的这些问题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